上星期就說到Diffusion 也有一條影片 Diffusion 後面才是 上次說到 我們今天就繼續錄 這個布朗運動 由科學家 用他的名字 Brown 去發言 所以就用他的名字來明不明 很多以前的理由都是 用科學家來記念 這個人姓啡色的 Mr.Brown 他發現了什麼 其實我們現在說到這一刻 都是想描述 用不同角度去描述 物件是由粒子組成的 很多不同的證據 或者一些實驗 所以在這裏 這個其實也不是我 原理很簡單 故事就說 他是一個生物學家 研究一些花花草草 話說有一天 他就在池塘那裏 找到一些花粉 想研究一些花粉 撈了一些 池塘的水 連一些花粉一起撈到實驗室 那裏 就去看看 那當然 那時候已經有顯微鏡了 所以他就用顯微鏡 去看看究竟 那些花粉的狀態是怎樣 那 本來是研究花粉的 但是他就發現了另外一件事 發覺很有趣的 就是什麼呢 他用顯微鏡看 的時候 發覺那些花粉 在動的 那這裏 那這裏 顯示了這些花粉 一粒粒的動來動去 然後他就會 真奇怪 難道花粉是有生命的 OK 所以問了個這樣的問題 那接著呢 因為 符合生物特性 其中一個生物特性 就是他會 動 OK 所以在這裏 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 那 然後呢 當然 他就是 最後他就知道 其實 花粉 沒有生命的 他 留意 花有生命 花粉 沒有生命 不要搞錯 因為他不提起那七個的生物特性 所以就不要誤會 那 然後呢 他就 推理 究竟為什麼會動呢 既然他沒有生命 很簡單 一件事 如果他不是自己動 就被人推動 或者撞動 他 所以他那時候做了一個大膽假設 他被一些東西撞動 或者被一些東西推動 那 有什麼東西推動他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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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現在那些花粉是身處於水裡面 那就是暗示一些水推動他 那 但是水 如果他一劈 一攤的時候 就推不動他 那 那 所以他就 最後推理了 就是說 其實水呢 是由水的粒子造成 而水的粒子本身呢 可以 自由流動 就是我們上次看的狀況 可以自由流動 那 如果自由流動的時候 撞動了一些花粉 那些花粉 就好像會自己動 那 這個情況是這樣 那 這個整個 現象呢 的名稱呢 我們就給一個名字 它叫做Grandian Motion 或者叫做Grandian Movement 那 Grandian Movement shows the movement of smoke particle 那 你見到很特別 他就用 smoke particle 就是用煙的粒子 剛才說 花粉 那 因為以前呢 他發現 這個現象的時候 是用花粉 就是剛才我看過 那些生物物學家 那 那 通常人們模擬Brandian Motion 就通常用smoke particle 因為容易看 亦都容易做 你不用等它 去持下 那些花粉上來 那麼大隻 那 smoke particle 在哪裡找到呢 平時人們燒香 或者燒木條 那些黑色的煙櫃 那些就是smoke particle 那當然 在這裡就給什麼 撞動呢 如果smoke particle 的話 就是給一些空氣粒子撞動的 gas particle 或者air particle 好 Gas particle 那 那這裡呢 我們都找一些片去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發生著這件事 OK 那 那 那 就說服大家去信 那 那現在呢 我停一停 錄影 那我找一條片給大家看 其實上youtube都可以的 你自己都可以 就是做這個實驗 那 不是做這個實驗 就是看了這條片 那 那我們就開來看看 好 那 找了一條片給大家看 那 那現在我們就播了先 那 然後再 一路看一路說 這條片很短 幾十秒而已 好 現在大家看到 就是一些 很花粉的文字 很麻煩你 上一本 對 就這樣 現在在畫面 看到一兩本的文字 就是花粉 然後 已經開始了 那 比較可以 大小小的 怎麼會 那 一整條片 第一條片 就是 使用 剛才這條片 雷чи 就是 就 這一個 的實驗 其實因為 它一開始就已經放在顯微鏡開 其實沒有什麼說服 因為 因為你看到的東西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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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看樣子又好像不像花粉,像細胞多一點 不過當然,他把花粉放大了之後 就看到那個狀況 現在我找到smoke particle的片段 去再看 其實他自己的網上也找到,可以再看看 第一個已經是 大家可以看到Liam,他放了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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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這粒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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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粒 他現在帶點 他是用那些amin的回音 鏡頭去看那些粒子,看看前一點呢? 前一點呢? 現在這裡呢,畫面中間有一點的,其實就是有個燈箱,它是一個膠盒來的 其實是塞住了剛才放進去的那些粒子,是不是燒著一些東西? 它把那些粒子放進去後面的盒子裡,然後放在顯微鏡那裡看,它也有說過用最低的力量,就是最低的力量 讓我們看到裡面的那些粒子的動作,我們先看看 吸引到氓酵的,並且在氓酵中市場上的一部位置,就是一部光凸的光線 他正在用的光線,使用一部光線的光線,它們有一個光線的光線 這裡是,這位是映像的相機,是在鏡頭的光線 這是我的光線,我們看到,這裡有4000幅度光線 我們看到,這裡有40幅度光線,甚至50幅度光線 你看到,這裡有些光線,有些光線的光線 有些光線,還在氓酵化的光線 有些光線,在氓酵化的光線 我們不能看到空氣粒子,但我們可以看到什麼空氣粒子 我們回到筆記 回到筆記,剛才看到的空氣粒子被空氣粒子撞開 當空氣粒子本身透明,但煙粒子本身不是透明 正如花粉不是透明,所以我們會看到 借助花粉和煙燻不透明的特性,就可以證明到液體的粒子 以及空氣的粒子,即是氣體粒子,就可以動來動去 撞動花粉和煙燻不透明 好,這裡就說一下空氣粒子 Undergoat,Constant and Random Random Movement 通常我們會形容,現在大家下面看到兩個圖 這個圖還未放大,就是煙燻不透明 你看到當然,我們剛才看片,它不是動得很快 它正在震動,但不會像這些圖一樣 就算這樣走,可能速度也比較慢 這些紅色線代表它走的路徑 就是簡單一點,就是集聯無章 這個集聯無章走的方法,我們要有個名字去形容 它叫Six-set,Z-I-G,Z-A-G,Six-set Path 中文我們譯為G字形 G字形 那變成呢,放大了之後呢,為什麼它會震來震去或者走來走去呢 因為空氣粒子撞了它 但你會看到,空氣粒子相對於smoke particle來說有小粒很多 所以撞的時候不會讓它彈得很遠 因為正如一個大人站著,你的寶寶撞過去 最多撞了它一點點,不會將它彈走 情況內格 好,接著 Defusion Defusion有些片給大家看的 那我們 這裡我們先寫下 Defusion is the much of the substance Defusion 我們會形容就是Redistribution De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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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物質再 分佈 何謂再分佈呢 它就說 So that they spread out equally Full out the space available to them 能夠 分散 平均地分散或平均地分佈在一個空間裡 即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上次我們說 就是看片 Bloemine gas Defusion 其實就是這個狀況 怎樣呢 上次我們看到 Bloemine gas在下面 跟著 Air particle在上面 那如果打開蓋子之後 這裡這些啡色的Bloemine particle 就能夠 擴散上去 中文 這個叫 你看到 叫擴散作用 散開 甚麼意思 重新再分佈 Redefusion So that they spread out equally 平均地分佈 Throughout the space available to them 即是 佔它整個空間 簡單一點就是 因為本身呢 他available 那個space 對於Bloemine gas來說 就只有下面那個 Gas jar 上次我們有看 有看 如果你拔走中間這塊玻璃片的話 他就能夠spread out evenly 或equally Throughout the space available to them 那所以呢 他現在的space 就變成這麼大範圍了 所以他就會分散 平均地分佈 在整個空間裡面 現在我們就給他一個名字叫做Defusion 那當然你說 Bloemine gas defuse上去 空氣粒子也Defuse下來 因為下面就沒有空氣粒子 OK 那叫擴散作用 氣體就是這樣的形式 那液體又怎樣 液體呢 這裡有個實驗的 可以給大家看一條影片 就用一個叫Protestum permanganine 的物質 那是什麼來的呢 本身呢 它是紫色的 所以你看到圖呢 都是紫色的 那Protestum permanganine 是紫色的 那一陣子實驗大家會看到呢 就準備了兩杯水 一杯熱水 一杯冷水 然後呢 就 撒些Protestum permanganine 因為本身Protestum permanganine 就好像鹽一樣 Solid來的 那為什麼我說好像鹽一樣呢 因為它撒入水之後呢 會溶的 其實這個實驗大家 就是日常生活之中呢 都多數見過了 那我一陣子 就是看完那個Youtube片呢 才再講 幾時在哪裡看過了 那我又停一停 那畫面先 畫面顯示呢 就你看到 左手邊寫著熱 右手邊寫著熱 就是它準備了兩杯 不同溫度的水 然後呢 一開始它就已經撒些Protestum permanganine 這樣就紫色了 那麼 一邊看一邊說了 好 好 那它就上去撒下去了 就是那個情況 左手邊的碗呢 撒下去之後 就馬上那些紫色散得很快 右邊那個呢 就怎樣呢 它撒下去之後呢 那些紫色下面 你看到一粒粒 那些Protestum permanganine 然後它一邊融 那融的時候呢 就向上升 所以你看到紫色一條條向上指 是很容易的 那這樣繼續看下去 看看會發展成怎樣 但我們看到它在那裡 一兩條都散開了 在那裡 左手邊那個是突然散得很快 然後你這條 Grid 那邊,那邊那個呢 下面的紫色呢 一平就沒有了 但是散開了 那就散開了 所以你看到這個相對不恐怖的感覺 但你看到那些儀式都是一路走路的 所以我們會看到這個就是液體的調度 以及受到那個液體的溫度 如果液體的溫度更大 如果液體溫度更大 那顆粒子會更快 如果液體溫度更快 如果液體溫度更小 我們就回到筆記 回來了 我們會看到情況內近 現在呢 圖在顯示著 紫色的Protectic Permanganase 開始滲下去的時候在下面 然後隔一會就會散開了 那你見到整個 就是水都有Protectic Permanganase 另外呢 看一看 固體其實都是有Diffusion 不過這個實驗我就上網找不到 那就沒辦法了 唯有口術 那他就準備了一些大彩膏 又準備了一些Protectic Permanganase 的粒子 那本身呢 就是Diffusion之前 其實就隔開了兩個 就是左邊一個右邊 就是圖這裡 他就不是太清楚 但是隔了一會之後呢 其實呢 你見到大彩膏就大了 就是分散了 那還有呢 Protectic Permanganase 的粒子 就混了一些 我們叫大菜糕的粒子 大菜糕的人是吃的 其實是甜品來的 不過現在很少人吃大菜糕 因為 其實像 什麼呢 有點像啫喱 隔藥 的東西 那 問家人可能就知道 什麼叫大菜糕 不過當然 不是 現在就真的 不是很多人吃 我都很少人聽說 就是聽人說 吃大菜糕 那 那 固體都會做Diffusion 那 另外呢 提到一件事 就是說呢 氣體、液體和固體呢 Diffusion的速度呢 氣體是最高的 就是Fartus 這個就是固體最慢的 原因很簡單 因為固體粒子 所擁有的Kinetic Energy 最少 氣體擁有的Kinetic Energy 就最多 那麼 沒有Kinetic Energy 我現在Ke算了 Kinetic Energy 這個呢 就少Ke的 少些Kinetic Energy 那 所以 液體當然排中間 Diffusion的速度 那這些考試 其實也會問的 不過 當然 提到一件事 如果你深水清 如果你深水清呢 我們上次看上面 Diffusion of gas 那個實驗的時候 它做了半個小時 因為我們說 那個鐘是4點 直到4點半 都還沒做完 都還沒做完 用了半個小時 我當半個小時 就給它了 剛才液體那個 你看到很快 就好像 這條片 好像只有 一分鐘左右 而已 那你會奇怪 明明又說 氣體最快 為什麼氣體要半個小時 液體那個 反而一分鐘搞了一點呢 因為呢 其實還受到很多因素 影響 除了看它本身 脫子 那個 其中一個 就是看溫度 剛才我們看過 剛才熱水 和凍水的熱水溫度 高些 Kinect energy 多些的話 那它Diffusion的速度快些 那還有另外一件事 那我們還沒學 的 那件事我們叫Density 蜜度 蜜度 那蜜度是什麼概念呢 簡單來講 就是 很很簡單 但不是正確的 我先提一下 很簡單一個 代替的觀念就是 怎樣 好像重點輕點 什麼意思呢 就是譬如 你棄的木頭 它在水面的 但你棄的木頭 它沉在底的 就是 齒啊 我先提一下 其實不同的 齒好像重點輕點 那想說什麼呢 因為原來 Brumine呢 這些Brumine的粒子 是比空氣粒子 重點 重點的 重點的就沉在底 那所以呢 你要它Diffuse上去 其實是很困難的 不是不行 不是不行 很困難 那所以你看 為什麼用半小時 才Diffuse上去 但是呢 如果你說我不是喔 如果我這個實驗 開始做的時候 Brumine就是 啡色的氣體在上面 而空氣的粒子 就在下面的話 Diffuse上的速度 就很快了 基本上不用十秒做完 那為什麼我 這麼肯定 我昨天 一個班 我跟他說 不用一分鐘 其實都是長了 其實是不用十秒 不用十秒做完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 我中一 我老師就做過這個實驗給我們看 Brumine就放在上面 空氣粒子放下 他一拿走一塊玻璃的時候 那些啡色頭 不會掉下來 就像是扔東西到街上 那樣買的 OK 所以 這裡 會得到這樣的情況 就是 其實 空氣粒子Diffuse的速度 比古體粒子更快 很多很多很多 也當然比液態更快 OK 那這個大家要留意 其實 大致上 都是用Kinectic Energy 這個角度解釋 你不用理Density Density 你Form 2才行 所以不用怕 Density是什麼 很有興趣 想知道 你不用知道 Form 2才正式行 因為Form 2是用一課去教 我們沒有可能 三四分鐘 他說得明白 你什麼是Density OK 他說得明白 你都找你問 因為 裡面有很多小的位置 要會考 或者要留意 要不然你會錯 所以這裡我就不沉氣 說太多了 那我們跳去 最 最後 不是 未三 Atom Atom 我們叫原子 什麼意思呢 我們之前就說 譬如水 由水的粒子組成 是不是 就完的了 故事 但是其實 那些科學家喜歡打破 三門混導督 那 如果水是複雜的物質 水的粒子 是比較簡單的物質 的話 那些科學家就會問 就會問 那有沒有 給水的粒子 再簡單的物質 這樣 因為科學的精神是求知 對不對 所以 他們不會這麼快 封了自己的後門 它是最簡單的了 水的粒子 不能再簡單 那當然 最後讓它發現 就是 水的粒子 都不是最簡單 就是 都是由一些簡單的物質 砌出來 例子 譬如 一個城堡 我用LEGO職務做例子 LEGO的城堡 由LEGO職務做出來 那麼LEGO職務用什麼做出來 我用膠做出來 那些科學家就會繼續問 膠的粒子在哪裡 不斷問 問問問問問問 一個位置 一定會有人回答你 或者你自己也猜到了 一定是最簡單的物質 那當然是 simple substance simple substance 最簡單的物質 最簡單的物質 那當然 具體一點 我們用水和二氧化作例子 所以其實 可能大家都 接見過 或者聽過 叫H2O 對不對 什麼意思呢 我們可以這樣寫 如果水 sorry 我用拆膠 會有折筆 如果水 是由水的粒子組成 OK 那水的粒子 由什麼組成 我們就說 由 胎造進 和Oxygen 組成了 那麼H2O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你可以猜到的意思 H2O的2 就代表兩個 那就是說其實 其實 以 這樣的理解方式 我們就會說 水 是由兩個 H2O的 atoms 和一個 Oxygen的 atoms 所組成 所以H2O 就是這個意思 那當然 我們就會問 那H2O和Oxygen 是否最簡單的物質 那是的 沒得再簡單的了 OK 故事就是這樣 那 當然 在這裡 舉多個例子 就是Ian Fattah 就是 R2O C 就是 R2O R2O 就是 C Cl Marine Carbon Atom 和兩個Oxygen Atoms 所組成了 那又問了,有沒有覺得再簡單一點,就是Carbon是否最簡單的物質 Oxygen是否最簡單的物質,那我們的答案是有的 那最後呢,科學家找到多少種這些所謂最簡單的物質呢 加上有百多隻 一百一十多 就是說呢 換而言之 這個世界 那麼多 林林種種的物質 OK,小了一顆層 大多一輛貨櫃車 穿梭機 或者大多一個星球 都是有百多種物質組成的 OK 那當然有些人當然會覺得驚奇 就是一百多種物質組成了 整個宇宙 的東西出來 很不可思議 應該沒有量那麼少,只有一百多隻 當然 原來在這裏呢 就 原來不同的 atom的種類和數量呢 組成出來的物質就已經不同了 我舉多個例子 就是 一氧化碳 我們叫Carbon monoxide Carbon monoxide Carbon monoxide 就是一氧化碳 那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分別呢 一氧化碳是一氧化碳的東西 那大家 用回剛才的邏輯 你就看到 一個Carbon monoxide 和一個Oxygen atom 造出來的 那兩個已經不同了 就是你撐一個 Oxygen的atom 就已經是另一個東西 所以 就剛才提了 你atom的數量 數量和種類不同呢 其實就已經是另一種物質 所以其實可以很多組合 百多隻atom 還有呢 你要組一個物質出來的話 就是組一個particle 如果組一個particle 你是不是不一定用兩粒 你用三粒四粒五粒都可以 譬如Carbon monoxide就是三粒 加起來 就是你很想像 用三粒 LEGO積木 砌到一塊你出來 這個是用三粒 LEGO積木 這個也是 兩粒 LEGO積木 有些可能要五六塊 LEGO積木才砌得到 所以就剛才說 不同數量和不同種類的atom 組合在一起 就會做到一個新的物質 所以 一百多隻的時候 變化是大得不得了 OK 好 那又寫下這些summary Meta is similar of particle 有粒子組成 Scientists call the smallest particle of matter which can exist by itself and atom 最簡單的就是 Simplest substance 或者所謂smallest particle 其實用Simplest substance 就合適用smallest particle 的 不過因為大家 中一學 所以字眼就用得淺 所以就用smallest particle 這麼大而已 這裏另外再說 Substance which consists of one kind of atom is called 如果那個物質 只有一種 只有一種的atom 我們給個名字 它叫element 叫元素 中文 這個其實呢 就應該在你中一本書 就沒有出現過的生字 所以寫下就算了 你再看到這個生字 是什麼時候呢 中三 中三 所以呢 如果你中一 沒見過這個字 其實就可以不用理它 不過因為你本書 轉了出版社 我不知道 你本書今年有沒有 因為我 沒有看到你本textbook有沒有 如果你知道呢 我其實之後也要檢查 你知道可以先告訴我 有沒有見過這個生字 我說element 不是說atom atom就應該有見過 還有呢 你看到它寫了 只有92種 天然形成的element 好奇怪了 剛才我剛剛說了 一百一十幾隻 現在又說92 那麼矛盾 因為你看到它寫了 naturally occurring 天然形成的 那就是剩下那二十幾隻呢 就不是天然形成的 有些原來是人工仔做出來的 就是 人類的力量可以做到一些element 可以做到一些atom 那幾隻天然而已 就是大自然可以找到的 花花草草 石頭 OK 水啊 這些地方找得到的 但是有些呢 是做出來的 好 接著再下 就particle model 這個其實我們之前都約率提過的 固體液體、氣體粒子 那個分佈狀況 那我要先寫下 啊 咦 就夠了 那我們先轉了第二條 第二條link先 我們轉完link之後呢 就回去再講